大家好,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北京人民大會堂迎來中共二十大之後首位的非洲朋友 國家主席習近平11月3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 與來華進行國事訪問的坦桑尼亞總統哈桑舉行會談 兩國元首宣布將中坦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合作訪問關係 習主席指出坦站鐵路是中坦和中非友誼的封碑 當年中國自己還是很貧困的時候 都勒緊庫頭幫助非洲兄弟修建坦站鐵路 現在中國發展起來更要本著真實、親誠理念 幫助非洲朋友實現共同發展 構建新時代中非命運共同體 哈桑就說非常感激和榮幸 在中共二十大勝利召開後沒多久就受邀訪華 這充分體現了坦中關係的高水平 坦方將繼續在台灣、涉疆、涉港等中方核心利益問題上 給予中國堅定支持 11月4日中國會迎離二十大後最受終目的訪客 德國總理索爾茨率領一個高級商業領袖代表團訪問中國 這次訪問是疫情發生以來 歐洲國家領導人首次訪華 亦是索爾茨就任總理以來首次訪華 此前德國內部以及西方對於索爾茨這次訪華都頗有意見 臨恆前在當地時間11月2日 索爾茨在德國的法蘭克復會報發文 講述自己對於這次中國之行的一些詩水 他認為即使是世界局勢發生變化 中國仍然是德國和歐洲重要的經貿夥伴 德國不想也不能與中國脫鉤 他認為在符合德中雙方利益的情況下 我們會尋求合作不會忽視爭議 他也列舉了將會在訪問中提到艱難的議題 包括尊重公民自由、新疆少數民族的權利 以及自由、公平的世界貿易 就台海局勢緊張索爾茨就說令人擔憂 而德國與美國以及很多國家一樣都奉行一個中國政策 但這意味著任何現狀的改變都必須通過和平 而且在雙方達成協議後發生 另外索爾茨說 這次距離他前任訪華已經過去了三年 這三年間世界和地區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 基於這些情況和疫情的原因 現在直接對話變得更重要的 索爾茨說今天的中國和50年前已經不一樣 現在的中國更加注重國家安全和自主 加上世界、形勢劇烈變化 德國需要改變對話方式 就算如此 他仍然堅決反對經濟脫歐 強調對話合作的重要性 他認為即使如今物是人非 但中國仍然是德國 甚至是整個歐洲重要的經濟和貿易夥伴 因此德國在促進供應鏈多樣化的同時 不想脫歐也不想和中國脫歐 他指出作為一個以特別痛苦的方式 經歷冷戰的國家 德國反對出現新的集團對抗 他說中國這個擁有14億人口和強大經濟實力的國家 當然將會在未來的世界舞台上發揮重要作用 正如中國在世界歷史上長期以來所做的那樣 從這一點上來看 一些人要求孤立中國的訴求 就好像一些例如中國將建立霸權統治 甚至是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主張一樣微不足道 索爾茨還提到德國政府 頂著壓力批准中遠海運入股德國第一大港 漢堡港集中商碼頭一事 說這行的交易體現了德國和歐盟的立場 促進貿易多樣化、實現互惠 而並非實行經濟保護主義 索爾茨承認近年來 中歐之間的競爭因素無異增加了 但他補充說應該持有正確對待競爭的態度 在接受競爭的同時更重要的是找到 仍然符合雙方利益的領域並尋求合作 索爾茨說 始終世界需要中國在疫情、 全球糧食危機和氣候變化等方面 中國發揮著關鍵作用 他隨後列舉說 如果沒有中國採取果斷的減排行動 我們就沒辦法贏得對抗氣候變化的鬥爭 這就是為何中國推動再生能源 設定紅心勃勃的減排計劃是百利而無一害的 我主張中德雙方應該在氣候保護方面保持合作 承擔更多國際責任 他補充說 中德同時也在氣候友好型技術上進行競爭 這種競爭是為了研發最有效的產品 提出最聰明的辦法 最後最成功地實施各自的方案 因此競爭的減少也意味著創新的減少 最後索爾茨說 以上都是他首次訪問中國要談的事 他們將會在符合雙方利益的領域尋求合作 同時也不會避免爭議 這是中德公開交流的一部分 索爾茨這次訪華頂著的不僅是國內反對者的聲音 更重要的是美國最不願意看到歐洲與中國合作 美媒引述美國國務院的一名高級官員2號表示 美國曾經警告過 不要讓中國的中院集團在收購中控制漢堡港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就說 中德之間的務實合作是兩個主權國家之間的事情 他批評美方不應該無端攻擊 更沒有資格插手干預 美方官員對於國安市包括所謂火盆國家在內的 別國事務揚揚自得 這充分曝露了他們一貫霸權主義心態 和脅迫外交的惡習 德國不聽美國之頂 但加拿大就不同了 加拿大政府2號發布聲明 要求三間中資企業撤出在加國稀土礦物公司的股份 另外加拿大創新科學與工業部部長雙鵬飛說 當外國投資威脅到加拿大國家安全和重要礦產供應鏈時 加方會果斷採取行動 直立堅說中方注意到有關的情況 他說全球礦產資源產業鏈供應鏈的形成和發展 是市場規律與企業選擇共同作用的結果 他批評 家方犯法國家安全概念 人為此對中家企業間正常的經貿投資合作 設置障礙的做法 與加拿大本身標榜的市場經濟原則 與國際經貿原則背道而馳 不利有關產業的發展 有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 自立堅指出中方促請家方停止對中國企業的無理打壓 為中國企業在加拿大正常經營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視性的營商環境 中國政府將繼續堅定維護本國企業的正當合法權益 美國的確很重視中國的一舉一動 在越共中央總書記訪華期間 兩國發表的聯合聲明指出,雙方就海上搜救合作協定 海上漁業活動突發事件連繫熱線協定文本達成一致 同意盡快簽署 而就在聯合聲明發表的同一天,美國媒體就翻出了一宗舊文翻炒 報導說今年8月,中國遠洋捕魚船隊在南美洲東太平洋海域 與美國海岸防衛巡邏發生對事 拜登政府正在考慮是否對相關的中國漁船採取制裁措施 這時炒作非法捕魚問題難免令人懷疑別有用心 內地環球時報的社論就認為,這件事還有一個背景 今年5月,美國主導的四邊機制 推出覆蓋印度洋、東南亞到南太海域的 印太海域泰勢感知夥伴關係倡議 以監控和打擊非法捕捕等活動 3個月後,美國海岸防衛隊首次派出全副武裝的艦船 前往東太平洋地區進行這類執法 就與中國漁船展開了對事 認為整個行動就是衝著中國而來 就是要挑起事端 即使是災贓不成 也想往人間身上潑裝水 非法捕捕就是美國提前裝在桶裡 要來潑中國的裝水 社論指出美國媒體炒作舊文 就更能了解華盛頓的真實意義 所謂對事發生在南美國家 阿瓜多爾·加拉帕哥斯群島附近的公海海域 美國不請自來並且越早代跑 諷刺的是雖然美國極力地詆毀中國 但阿瓜多爾的外長奧爾古恩多次高度評價 中厄漁業合作 今年2月阿瓜多爾總統拉索應要訪華 中厄還發表聯合聲明 其中就是同意推動漁業領域的深化合作 環球時報認為美國將越南所在的東南亞 和阿瓜多爾所在的南美 作為挑動非法捕捕爭端的兩個重點區域 顯然是有指向性的 說白了就是美國壓制中國的重點去到哪 對中國非法捕捕的關注去到哪 中國與所羅門群島安全合作框架協定簽署後 美國開始高度關注南太平洋島國 官員走馬燈地訪問 所謂非法捕捕的問題亦被不斷地蒜染放大 而社論則認為在南美炒作所謂非法捕捕問題的同時 華盛頓正是為自己在南美的外交失分是急上火的 甚至以己度人地宣稱說南美已經成為了中國的後院 另外在石樓台我在現場的節目我會說說 中共十八大之後聽到傳聞說習主席上台之後 可能會調查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這個與所謂形不上常委的一貫做法很不同 當年習主席的說話為何會令官員聽到心寒呢? 歡迎到石樓台免費試看 大家好 《巴士的報》除了在YouTube有篇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亦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石樓台新節目《十分鐘看中國》 每天用十分鐘告訴大家中國發生什麼重要事 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對看 現在很多媒體比較少說中國的新聞和分析 而且多數都是說負面的 少有說正面消息 叫年輕人每天抽十分鐘 看石樓台新節目《十分鐘看中國》 就會知道國家發生了什麼事 可以更深入了解國家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報訂閱石樓台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報 去巴士的報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瀏覽石樓台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節目 多謝大家支持